主席 各位同仁 首先要对这段期间 在第一线所有执行防疫工作的同仁 疫情指挥中心 政府各部门 所有的官员 在这段期间投入防疫工作 对于目前疫情的控制 得到民众满意 我们表达肯定 也表达感谢 也同时对于行政院 还有民党团 愿意接受并采纳 我们国民党团最早所提出的建议 透过订定特别条例 特别预算的方式 对于受这波疫情冲击 所影响的产业和民众 给予纾困和协助 所以这部分 我们在昨天也经过冗长的协商 初步达成了共识 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没有人知道 但是疫情可以预见 接下来对于台湾的产业 以及经济 造成严重的危机 所以透过纾困特别条例 我们希望 专款专用 受民意监督 赋予行政部门 法员依据 可以将相关的资源经费 投注在真正需要的产业 和民众身上 特别是中小企业 但是很可惜 昨天协商之后 院版只有防疫隔离假 却没有公假或是工资给付的规定 更遗憾的是对于我们提出来 防疫照顾假 必须要明文入法 也没有被行政院所接受 今天就要开学 接下来 如果依据相关的停课标准 学校停课 家长是有必要去请假 来照顾孩子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条例里面 明定它的要件跟效果 才能够让受疫情 停课的这些孩子的家长 能够安心请假 看得到也吃得到 但是如果没有在明文规定 相关的要件跟效果 我想一般的受雇家长 是没有办法 不敢也不愿 请防疫照顾假 另外关于疫苗抗病毒药物的 研发奖励金 我们也坚持应该要给予 这些研发团队 以及科研人才 正面的激励奖励金 才能够真正展现政府 重视科研人才的态度跟高度 以及接下来如果停课 我们希望政府提供学生远距教学 让孩子的受教权不要受到影响 也让接下来面对大考的国三高三学生 课程进度能够一致 谢谢 谢谢蒋伟爷